花生蕩繁殖 我們最積極 hkpeanut.com 很特別 我是蕭若如 花生蕩繁殖 我們最積極 你們聽的是hkpeanut.com 我是何俊仁 生活態度就是這裏 hkpeanut.com 上低創造世界 世界走向科技 AI 人工智能 大數據 系統交易 程式買賣 已經被金融界廣泛應用 要融入暫新的時代 請記得收聽 收看 古海雲圖的智能自動化交易環節 袁開老師 歡迎你 今天大家都戴著口罩做節目 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綁如隔世 大家還可以見面 因為上個星期 你又有飯局 我都知道 不過你不是打火鍋 不是 打火鍋就危險了 這些高危的事 要補充 要養生 要學會 要先跟大家說說拜年 你還沒拜年 我拜了 公平大家 今年最重要 第一件事 一定要身體健康 百病不侵 財運亨通 馬刀功成 千萬 收入自動化 另外 你今天情行節 有沒有事跟太太說 太太說 不用了 回去慢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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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那個節目真是身亡 不過今年不可以 不用買花 現在流行的 用口罩 消毒液 加一點花 砌一個花 但很貴 比買真花還貴 健康無價 那些才有實際用 有實用 好了好了 都要講一下你的智能自動化系統 今天你講這個 今集就是 講微觀去看雲觀 上一集就講雲觀 對 今集就講雲觀 對 今集就講雙反 上一集大家聽眾都聽到 聽到很津津樂道 看看今集你又怎樣去演繹 這個微觀到雲觀 未講之前 要先做一些廣告 先介紹一下自己 現在我們主打 當然有超級出野圖 這件事 超級出野圖就是 用點數去取代傳統的陰陽觸的圖 現在超級出野圖的很強項是什麼呢 就是去找轉角位 還有去自動化 找到阻力支持位 還有現在我正在教課程 還有我可能正在做節目 其實都是兩方面都配合 包括用超級出野圖 和我的課去怎樣結合 超級出野圖就是屬於看雲觀性的東西 因為超級出野圖始終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點數不可以太小 就像是恒指期貨一樣 最小可能是15點 它始終有個限制 都是適合一些叫短中線 短中線 即swing trading 或者day trading 但要做到很微觀的 當然當然是用order flow 現在是有order flow的課程 我先說回超級出野圖 超級出野圖 超級出野圖 已經過了一年了 沒有加價 還是要回到舊價 一次性收費 包括training 1500元 很值得說 因為training 會說一些大戶操盤的手法 還有一些小常操控的理念 平台版是1000元 即是廣期包含國資期貨 國資和恒指期貨 那1600元可以在廣期加上股票 還有一個A50 沒有漏了 還有一個A50 嘩 你馬上加下去 可以嗎 我馬上加下去 可以 可以刪除了 對 我已經漏了 我們還有一個完全版 完全版的意思 其實包含全世界 當然是最起碼的 愛奇 包括YM ES 外匯期貨 油 金 基金 YM 其實有些人都在問 我會否加上外國股票 考慮中 大家可以給我一些 feedback 大家對外國股票 是不是很想 我可以加上股票 加美股 你猜 有些人說 原來他們炒阿里巴巴 不喜歡炒韓的那些 原來 炒美國那些 其實美國那些阿里巴巴 也有很多人炒的 很多人 其實可能有些 吐燉的方法 真的不知道 可能炒家 因為他們收到封阿索羅斯 拿了很多阿里巴巴 所以現在也是想跟著來做 因為阿里巴巴 是下午5時收市 香港收了市 5時美國就開 接力的 完全可以接住 你不用怕 今天在香港時間 買了阿里巴巴 誰不知突然有悲哩 美國有悲哩 出來說 可能是政局問題 或者疫情擴大 想在晚上做對沖 可以晚上在美國 即是美國 枯空 因為美國是給枯空的 可以枯空回阿里巴巴 再套回去 這樣也可以 當然這些 大家可以盡量給我一些 feedback 看看我 如果是 看看多不多人歡迎 我就考慮會加賣美國 美國股票下去 當然 如果大家想用一些 就是入門版的 那不是有廣播版 廣播版 只不過是把那些 screen 投射出去 投射出去 只看無法改 無法改 無法移動 無法移動 現在是包括廣企 如果加了100元 就可以看各子期貨 是的 而我們的奧德佛課程 奧德佛課程 奧德佛課程 奧德佛就不是我發明的 奧德佛其實現在 美國、歐洲那邊 是一個 就是當月的分析工具 很多人都會主要用來做 scalping 就是超短線買賣 但是在我的研究中 我覺得奧德佛的用途 是可以很廣泛的 包括有微觀 看到雲觀 甚至雲觀 再看回微觀 即是今集說的內容 是的 今集和上一集說的內容 最重要是如何配合 雲觀和微觀一起配合 可以充分地發揮奧德佛的功能 如何更加快去找到轉角位 更加快去提租入市 或者加大你的信心去入市 我的奧德佛課程 都是網上進行的 每兩節 會節奏二至三個小時左右 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我會送奧德佛的 奧德佛的奧德佛的奧德佛 奧德佛的奧德佛的奧德佛 是一個派對賣的 購買奧德佛的奧德佛的奧德佛 是挺昂貴的 可能有百多元一個月 現在我做課程都送給你 也會在課程中加購買 如何用奧德佛的奧德佛 是極之超值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香港隔奧德佛的人不是多 有一個元老級 現在是收一萬元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大家不是一堂 兩行三四個小時左右 和我差不多 三四萬元一個課程 而我的收費是六千八百元 所以是極之超值 大家想探索這個 所謂的技術分析的潮流 在尖端科技的年代 大數據的年代 還用傳統的陰陽燭 MACD、RSI 所以我不要說那些不好 但問題是有新的工具 你發覺新的工具 一定比以前更加修盛 和有很多優點 尤其是有些朋友 經常想在市場上學盤感 盤感這件事 有些人說要輸很多錢才學得回來 太浪費時間 太浪費錢了 但在orderflow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讓你學懂本感 一會兒我會講一些例子 這些都是要慢慢浸出來 但有些工具輔助 你會比以前的大理士機 每天都對著大理士 看著R-speed R-speed 動一下 這樣轉移出來 我們那些代就比較幸福 因為有電腦 有些程式 有些平台 可以輔助我們去學習這件事 先說回正題 今集點微觀去運觀 我先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700 這陣子很厲害 很厲害 創新高 今天創了420元 各位 就是錄影那天 上個星期 今天就不知道什麼價格 上個星期 因為錄影 420元 看大圓底已經夠厲害 上來看看 經常說歷史新高 其實歷史新高 是一個超級推薦圖 可以怎樣看呢 其實是不能看的 因為沒有歷史可以推薦 沒有高位去推薦 那它怎樣去找個頂 大家會想 沒有一個推薦圖 那超級推薦圖 完全沒有位置 那誰有機會在那個頂 當然它跌下來就知道那個頂 但你可以多早 可以知道這個頂 420元 是早到怎樣呢 其他可以用Order4的工具 去示範 沒錯 就是怎樣用Order4 用微觀的工具 我也有興趣知道 怎樣試來看 是 OK 我們先看看Order4 其中一個圖 叫DELTAX DELTAX 主要是找些大戶盤 上次你講的位置很準 上次你講的375 剛剛疫症大爆發 那天是穿一穿 去到370 接著就很準 你記不記得嗎 你上次講的 這個如果找回 應該是上兩個月 12月講的了 幾次都穿不到那個位置 所以大家 怎樣去找位置的重要性 找阻力位置的重要性 如果你像這樣 我不用超過水圖 沒有阻力位置 但你看到Order4 這個DELTA圖 最重要的是找一些U型位置 就是轉角 你看到U型這裏 是很大成假的 14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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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米20元的位置 其實他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這裏 出現了很大的吸盤 即是吸盤 吸盤 即是有很多 銷售限在這裏 但應該掃不完 那裏是掃不完 其實還有一個 其中一個叫Market Deft 我給大家看看 其實Market Deft 其實一早預告了 其實你看看 這個420元 其實是長放了一個 很大的銷售限在這裏 這個怎麼看呢 是啊 其實沒有 等於回到達利斯基那裏 是 達利斯基 達利斯基 是不會給你儲低的 但你那個便會 Market Deft 是給你儲低的 即是那些款 長期放420元掛在這裏 是啊 即是在420元裏面 曾經出現過一個 最大的銷售 那些銷售限在這裏 這個銷售限在這裏 其實放了很久 所以14號那天 都過不了420元 今天是週頭早 已經可以放在這裏 所以這些 放在這裏 上課大家會說 有時候是假的 有時候是假的 有時候是真的 為什麼分真和假呢 到時候上課會說 但是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真的上去舔了他 是舔了他 即是說你聽 有個萬里長城在前面擋住你 但是都是有成交過 是的 成交過 簡單來說 前面有個很大的障礙 沒錯 即是很大的孤家在等著你 這裏是曾經上去舔 曾經上去沖過這裏 但是是沖不過的 即是根本是舔不完 根本是舔不完 舔不完 這裏曾經舔了一部分 所以這裏是淺濕了 因為舔了它 臨到最後一邊加壓 現在本來的股價和股價對撐了一局之後 原來股價好像很強一點 420元都要整個小時 419.8、419.6、482 一直這樣 哦 不成功呢 然後下回415 然後蓋回去 因為股價和股價對撐了 股價真的很強 股價無限量股 買家撤退 買家撤退 即是買家一離牆 股價便入牆 我都看著這裏 然後就是股旗子 因為股旗子當時就是拉著 那裏也是在打打 如果你聰明看著騰訊 420元 你讓他們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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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穿 當他一轉身跌1元 股旗子都已經一百點了 其實今天就是兩件事 其實看牛洪征 之前是打過一次也打不完 今天是打一向 也打不完 因為上過上的28,000元 今天目标不算打了欧正 第一,他没有胆量买穿腾讯 第二个问题,反而是做腾讯顾控 第二,我发觉周期权结算很重要 因为周期权结算 因为他这个星期买上来 是差不多913点的 所以今天是想在高位结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周期权结算是他们的影响 但是重心是离不开腾讯 就是你今天拿这个例子出来 从这个微观看宏观 你离不开腾讯的穿不穿420元 就是带动个市场过不过二 二万八千点 今天的假设就是这样 是的,其实今天未做之前 这个是十七号 这个是十三号 十二号 上个星期三 十二号 其实就是在 要找回历史记录 就是十二号 十二号 未到420元 未到420元 收到四把就6-7元左右 抽出415元 其实在十二号 看到有些粉红色的 就是叫Price Rejection 是研发的indigators 就是所谓的 微观就看到了 其实在这些位置上去就有人沽 一上去就有人沽 到十三号 十三号也是 星期四 十三号也有很多 其实已经有烟石了 所以告诉大家 什么叫大户呢 越沽越高 逐级上去 就是第一个阻力位过了 第二又到第二个阻力位 然后到第三个阻力位 所以看到 你经常说 怎样可以越沽 就是明明沽 为什么会越升呢 其实你用all the flow 就能解释到 你看到它是怎样的 它是沽完之后 它下来 然后就托一层上去 然后再沽 再下来 再托 最后这些 很急地收上去的 这些全部是mark up mark up 去到这些位置 219.6元 其实是很大成交 在这些全部 这些都经历了 整个三十个几个钟后 这个再下来之后 其实都很明显 一个派货活动 亦都是那些火 上到高位 是做一个派货的 所以就认识到 这个之后 今天下午的一个回吐 是的 所以期之间说 而频信一起回 会不会再上多次 再派多次呢 会不会被人家走呢 不奇怪的 不是这集是录影的 但是14号的事来的 14号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今天21号 做听这个节目 到时你就会知道 腾讯有没有过过4.20元 是的 我自己觉得 机会不会太大了 再就算穿420也不会太多 我当然有理由解释 那这样看法之后 如何报处呢 如果突然有个后抽 上去测试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都是穿不过 下来 这是很典型的双顶位 很典型的双顶位 也是一个很沽 可能下个 即21号这个星期 会再见 14.20再一次 是的 不一定的 只是假设 假设 假设 那这些位置 大家会怎么做 大家要小心 是的 懂得怎么做 如果打现货就会吃户 是的 也会看回 之后可能也会有些后抽不出奇 因为始终这个市场都是这样的 永远 这么明显的东西 通常都不会这么亿人的 因为游戏规矩 就是一定是少数人赢 多数人赢 所以他可能也会有些很剧烈的后抽 让他赠走那些追沽的人 但是那些位置 如果你真的懂得他 就是深水清人 就知道 其实这些后抽 都是一个很好的入市位 如果在图表学来说 回吐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的地方 因为回吐的力度 就可以看回到底 回吐上去无力 然后撞回阻力位再下来 那些就是最佳的check up point 就是最佳沽位 所以要从微观到宏观 是的 其实这些是怎么去微观 就是宏观给不到识路 一样在微观上找到 那再说另一个例子 可以说一下阿里巴巴 是的 阿里巴巴 我这段时间都很热的 但是他公布业绩之后 反而他今天就牛皮了 就是上周五就牛皮了 他星期四公布业绩 业绩是负义的 但是他最糟糕就是 因为新冠肺炎会影响同宏的收入 这集陪陪区呢 上周说了 是啊是啊 这次就说回这个 因为陆景关系 只可以说回厚一点的东西 就是说回2月11号 这个 其实这里呢 阿里巴巴 这里呢 它现在跌了下来 也都是 离开了这个 密集区 跌穿了的 这个会不会是新村还是假村呢 会不会下来这个密集区呢 其实可以去到这个地方位 其实 到底这个位 会不会变成支持位还是阻力位呢 这个是207元 是的206元 206个多 我买了货是否要离开 还是反而要离开 应该是时候 其实你看Coffice 里头也有 有些讯息给大家 其实下来一下 是很急 而且成交很多 成交很少 成交很少 平头的 平头的 那我们用回微观 看回这段时间 这个可以解释的 这段跌倒是可以解释的 因为有消息的 因为当时市场唱什么呢 就是说 阿里不会那么快进入 这个核四肖成分股 就是港股通 就是不可以那么快进入 这个其实都是借消息炒而已 即是即前的人 因为大家这个礼拜 那个阿里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出了新牛 这些人可能是扫一扫下去 是扫一些新牛的 其实 是啊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再将这些 放大去看 这个我最喜欢 这个 但是微观看当时的情况 是 究竟下来是否真是我们收牛 是 2月10日 其实你看看 2月10日 是 订到206元的时候 是的 其实在2月10日 其实已经有一些 这些叫做 就是正说 正说 搜出来的那些 就是沽的 蓝色是买的 这是reverse 就是落到底 就有人去 繞上去的 有这样的讯号 接着 到了11日 落到底 你看看这条长钉来的 因为这个 竹身是这里 这个是竹脚来的 很快的 这个时间是10分钟之内 很快的 就绑上去的 在Border Floor 里面来说 这些位置 是有很大的支持位 而且在POC 低位 成交加上有reversal 然后还有embalances 扫回上去 其实告诉你 这下很明显是假的 假跌的 假跌的 可能根本是兑现货 就是用来收牛 就是收货 收衍生工举 没有理想 就是这个 即前 还有很多 看后市怎么看 这些全部 扫回上去的 indigators 虽然每个indigators 不是代表 一出就立即买 不是这个意思 但问题是 在美观的角度看 其实是不断 在扫货 就是在看有趋势 是在扫货 是买货 很明显的 其实腾讯买这么行 阿里其实就收紧 但是收得很慢 但是一路公布业绩 都是收紧 就算年年公布业绩 美股曾经出现震荡 那些3% 但是上个星期五回来 阿里也是升的 就是在你那个 还有你看到很多 走势都看完了 一落到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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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陪回区 是 就有人扫货 是 是 就是一落到你这些 一落到你这些陪回区 第二 第二 它是相对的价钱 跟腾讯比的 是超值一点的 是的 超值一点的 还有阿里巴巴 我觉得最有好处是 在美国五点钟 即下午五点钟 在美国开市会 一谈讯就不是 原来谈讯 ADR 原来没那么早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 ADR 可能要到伦敦开 是啊 其实会有些 我觉得 尤其你看完美国ADR 还有趣 是啊 美国ADR 其实我觉得美国ADR 其实我觉得是贵过香港的 贵过香港的 不知道它已经试到二百二十几 已经去到 是啊 20二十几美金 最高 最高 不是 它比香港贵过香港的 所以那些人不是喜欢买这边沽那边 是啊 但是那些贵 始终是搬倉搬回香港 是啊 但是阿里 阿里如果 譚如太老师 现在说的是新冠肺炎 但是如果从微观来看 这只阿里和腾讯 我们大家不觉得 市场是有危机的 全部是在买的 不是 腾讯有少少危机 腾讯有少少 4月0 4月0有很大的阻力 似乎沽腾讯 粗商 可能正在换手 正在换手 正在换手 我们这样推测而已 因为我们这集节目 是14日录影 但是到21日大家就可以看看 究竟 这个星期 究竟在微观看到宏观来说呢 究竟腾讯和阿里巴巴 是不是 是否会在 未来的 就是21日这个星期 各有不同的表现 是的 是的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完这些节目 就可以论证到 因为我们 录影是最好的 你可以拿回 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图 出来 论证 那个走势了 多谢李源科老师 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 就在这里